来先录一下这个配件 配件 一共这么多配件 然后看这里 这种水晶针的话呢 是有三种圆环的 跟这个凹型的 还有这个方形的扣 然后一共有六根方形的管 三根短的是跟大的这个灯罩安装的 三根长的是跟小的灯罩安装的 卸完螺丝之后呢 这里有个孔位 稍微比其他的孔要大一点 拿着这个孔位 然后从这边 将这个小螺丝拼着一起 然后把它对着这个孔位里面 然后用工具将它把它拧紧 将这个整个灯罩完全安装上去 一拼接 然后将这个呢 全部安好 正常的情况下呢 你刚刚的把它截了 三根短的杆对应的 三根短的杆 都将这个灯罩完全安装上去之后 最后就是用这个装这个小的 小的就是一样的 方式是一样的 它的孔位在这里 孔位呢 它要把膜撕掉之后 孔位就在这里 然后一样的将这个螺丝卸下来 安装的时候呢 从底部 从底部 因为你先 先我们第一步 先不要装到天花顶上 先将这个装好了之后 将这挂水晶的三层 都装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整个灯体 安装到那个 呃 安装到天花板上 来 这是个长的 这个要用到工具啊 因为我的手 拧不稳 来 然后再把这个小的 一样的 在这个上面 有比其他的孔大一点的 好 一样的是这样对着 然后将这个呢 安装过去 三根短的杆 对应的 三根短的杆 都将这个灯罩呢 完全安装上去之后 最后 就是用这个 装这个小的 小的就是一样的 方式是一样的 它的孔位在这里 孔位呢 它要把膜撕掉之后 孔位就在这里 然后一样的 将这个螺丝卸下来 安装的时候呢 从底部 从底部 因为你先 先我们第一步 先不要装到天花顶上 先将这个装好了之后 将这挂水晶的三层 都装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整个灯体 安装到那个 呃 安装到天花板上 来 这是个长的 这个要用到工具啊 因为我的手 拧不稳 来 然后再把这个小的 一样的 在这个上面 有比其他的孔大一点的 好 一样的是这样对着 然后将这个呢 安装过去 安装好了之后 就是用刚刚这个杆 这样安装好了之后 暂停 铁片的时候呢 它只有两根 红色火线 黑色零线 连接它家里的电源线 就可以了 接线是很简单的 那这个安装的时候呢 需要将这个螺丝呢 都给拧下来 先把这个铁片 安装在天花顶上 然后再把这个灯体 安装在这个铁片上面 三甲片嘛 它就可以固定了 不会掉下来了 好 暂停 方形的水晶呢 是这圆管的这种呢 用这一个两边 有个勾的去挂水晶 你看它是这样的哈 就是你要用两只手 捏着它 然后把它塞到里面去 来 一推下去 它就变成这样了 来 就挂住了 然后挂住了之后呢 正常情况下呢 会都是用这个圆环 用圆环 将这一个 来 这样 勾住了之后 正常情况下呢 它是应该这样挂 圆环勾好了之后呢 同样 再把它呢 挂到这一个 水晶的这个 灯罩上面去 水晶都是要这么挂的哈 来 这个水晶都是这么挂的 来 所有的方管都是这么挂的 那 这个圆形的球形 因为它们呢 喜欢这个大大的这种 它们喜欢用这种方形钩去挂 喜欢用这种方形钩 一样的 它的方形钩 最简单的方式呢 它就是 把这样 一挂着 最简单的方式呢 这样它是挂着的 来 它们喜欢这样挂 挂完了之后呢 一样的是用这个小水晶 小的这种圆环哈 小的圆环 我们将这个套住 一样的是要这么套 我怕指甲都给剪了 所以弄不了 来 它挂完了之后呢 所以一般有的客户说会 会水晶烂了呀 怎么样 都一般像我刚刚这样 没拿稳然后掉下去了 来 它一样的 它第二层 如果我没有记错 这个图哈 它的第二层呢 就是挂这一个 圆形的这个水晶的 这样一样的方式 所以呢 它就是 这一层就都是挂水晶 然后这个比如说都是挂 这一个管 好 它是依次内推的 然后呢 挂完之后 好就可以 所以一定记住的就是呢 安装水晶灯的时候呢 一定先是将这个双层的灯罩 先安装好 然后再将灯体反装 在天花顶上 最后再反过去 呃 在天花顶上去完成挂水晶 好 再